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病如亲 视病如亲其实想一想真的很难 而且有时候还得冒着生命的危险 而今天要带您看的呢 当初会选择做医生 这位本来就是一个热血型的热血外科医生 但当初呢 因为实在太忙 忙到他的太太看不下去 就要他转换跑道去卫生所当公务员 他也真的去了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 这位小镇卫生所主任是这样的继续热血 清晨六点多从台中市搭火车到彰化二水 是陈红斌的日常 应该十几年 因为往返一趟的就一个小时 来回这样就是两个多小时 对啊 别人都会说 好像很忙 比较累 我就觉得还没什么问题 对啊 因为这件事情 很快的解决他的问题 还是很开心 来 倒订他的话 可以 来 吃鸡起来 13年来热情不减的他 是二水箱卫生所主任 每天解决患者的大小问题 忙得像八爪章鱼 整间桌上就有七个萤幕 三个花束 我们台湾的读卡机的部分 校长其实都会卡住 同时多个电脑画面可以改善问题 所以我这边有三个电脑 加速钓跃病例才能提升效率 因为求诊的人多 状况也多 而踏实那种发现问题 就会马上解决的人 像是看到病患脸颊上有小肉瘤 陈鸿斌立刻处理 一般你去病 他还是要病完白时间的 对啊 就是说你吃的真鸡肉 对对对鸡肉 他不可以给我一下 就是那个鸡肉 即使是简单的电烧也不随便 可以想见当年职场上的工作态度 曾经他是属立台中医院 一般外科总医师 外科基本上脚的就在上刀 所以在工作部分一上刀 其实都还蛮久的 其实我的角色还是陪下小孩 可是到部分我会先睡着 因为前天值班隔天 大概很难撑那么久 日夜操劳难兼顾家庭 妻子看不下去 他就主动帮忙询问一下 哪些的地方是有 有卫生所缺 话是说有一般的角色可以换的 所以后来是找到卫生所 但要从充满挑战的外科职场 转换成朝九晚五的公务员生活 能习惯吗 他曾是前景看好的内视镜手术专家 有人劝你说不要吗 那个我们当初的副院长 找过了好几次 因为他觉得说是不是我没想好 好了好了可以了 其实他考虑过 陪伴孩子的时间错过就不再拥有 但生活过得去就好 事情没有那么绝对 所以他觉得说我可以换个跑道 我会觉得OK 反正就是只要合适的地方 只是二水真的适合陈宏斌吗 13年前他满怀期待展开新生活 学习公卫推广 手心门诊 半年过去却倦怠了 我们高龄的部分比例还蛮高的 23% 所以这件事情是老家多疾病就多 今天结束了 下礼拜好像也是做同样的事情 对我来讲会觉得 这样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不像外科手术 慢性病诊疗看不到立即成效 成就感越来越少 陈宏斌告诉自己必须振作 首先找出让自己有动力的事 他决定调整心态 好好了解在地病患 阿嬷在睡觉吗 阿嬷你好 二水一万五千人口当中 有23%都是老年人 多数高龄长者还独居 行动不便 身体有病痛根本无法求诊 随城鸿斌要主动出击 他陆续建立名册 98年开始做居驾医疗 健保主义开始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第一个申请 他还把大医院查房模式搬到卫生所 派居家护理师婷营 早上先把当天要寻诊的按家 跑一遍 阿嬷 你来喔 喂 你在睡喔 记录状况做初步处理 才能节省时间 否则统计起来 约有六七十户有需求 平均每天中午得跑三到四个按家 每个人的情况又不同 他们得跟时间赛跑 对啊 不妙快 这个申请主任来给你处理好吗 今天请他给你处理 不过他要中大再过来喔 好啦 你看他要这样子早上看诊 然后下午要看诊 然后中间还不休息的出去看个案 我觉得这是要非常有毅力 而且你要非常有想法 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才有办法去坚持这件事情 我先来回喔 中大再跟主任过来喔 好 拜拜 天音很佩服陈宏斌 因为在还没聘任居家护理师之前 都是医师带着工卫护理师到处奔波 阿公主要他是渴啦 所以我们先看三个 对啊 先看这三个 我在 我在看饼干 也因此常忙到没时间吃饭 一开始陈宏斌还遇上一个大问题 因为有时候时间上卡得比较紧 所以这个也是 如果说困难一开始 有一点难推行啦 包含有时候甚至要开车的问题 他是外地人 路不熟 开车找路浪费时间 为此他只好自掏腰包 包车 路很熟 再加上我们到的时候 我们就下来就好了 所以这样的话路程很顺利 而且小路比较够啦 现在有天音帮忙 他能利用时间在车上看病例 我们好奇当初转职 不是想轻松点吗 怎么来到饿水更忙 陈宏斌笑说个性使然啦 人在不同位置 不都要扮演好当下的角色吗 来 你好 你好 我在这个角色里面 我扮演的角色 比如说我在卫生所 我卫生所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卫生所的角色 应该让大家看得见 不会觉得这样是自己找事做吗 就找事做啊 就是反正 这么讲 因为中午一个半小时也是有点久 不管在外科还是卫生所都能很拼 这才是陈宏斌 他在忙碌中找回自己 处理每一次寻诊遇到的疑难杂症 这和开刀一样都是挑战 有时候甚至要帮忙修水电呢 水龙头没关闹 我在露宿 最大的考验是运用有限资源解决棘手问题 像是90多岁的卓奶奶 最近饱受甲勾炎之苦 行动不变难就医 一般诊所也不一定能处理 剥一指甲之后它会变形 有些人就会戳到旁边 照着疼痛对了 装饰的困扰 好啊 好啊 漂亮 漂亮 这个算是钻头类的了 修子甲都不够力 好啊 很难剪啊 所以你自己特别去找这个 对 找工具啊 找工具好玩啊 这成就感让他有动力不再倦怠 慢慢扩大服务范围到田中和西州 还想号召其他卫生所一起参与 这就不容易了 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积极 有些医师出了诊所的门 对那人就有难度 因为光找地方就有难度了 这个都是我们之前碰到的问题 也不是人人都能不计较辛劳得失 所以起初推展不太顺利 陈鸿斌却愁眉泄气 打算再提升服务品质 让自己更有说服力 三年前他又有新想法了 对对对 三重走 好不好 好好好 你没走没烂烂 对对对对 乡下的长者接收到的保健养生资讯较少 只知道哪里有痛要看病 不懂得预防剩余治疗 对哦 拜拜 我这里跟他们讲一下 好了 拜拜 我如果说他能够保持他原来的体力 机能部分的话 他会要比较减缓 那其他的在他的健康照顾部分 会比较稳定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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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添起来 好 来 脱皮起来 两个 所以他再写计划争取经费 把卫生所三楼变成都会区实心的健身房 请教练一对一了解状况 个别训练 没想到长辈一开始反应冷淡 对 你有养带老鼎有九年来 我每天都没有 有点运动啦 好啊 有时候很忙啊 带孙子啦 对啊 然后顾店啊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会希望说 反正他来卫生所是有空的时候 那时候赶快 那赶快来就是训练一下 陈宏斌不放弃 每次看诊就提醒 一有空挡便往楼上跑 他的耐心和用心慢慢感动长辈 让他们愿意听医师的多动一动 现在七五六期 我们第一次做什么事情就很方便 那这个是还蛮成功感 因为在医疗 在门诊端你看不到 几乎看不到层下 你能看到稳定 那体能肌力 心肺力的部分 它是可以改善的 看着长者变健康 偏向卫生所能做这么多事 这比在大医院升迁 或开业还有意义 钱多一点 应该也不会心情比较好 会多差 会好一下下 可是照面的活 哇 人家是有回馈的 这种开心应该是会维持比较久 大概撑到三天 那一般的大概撑个几个小时 就这样子 当初那个为了家庭做出的决定 他一点都不后悔 因为照顾了自己的家 还有饿水 好多人的家 我的角色 我现在做得到的 我去做 我的价值存在 拿来